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合并财务报表 我们看第十节 特殊交易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 在这一节里要介绍的内容 一个是追加投资的会计处理 第二个 处置对子公司投资的会计处理 第三 因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 导致母公司股权稀释 第四呢 是交叉持股的合并处理 第五是逆流交易的合并处理 最后是其他特殊交易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追加投资的会计处理 一个是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就是购买少数股权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原来是P公司 他要持有S公司60% 那现在呢 少数股东投资者 持有S公司是40%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说是P公司从市场上 又取得了S公司一部分股权 要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比如说买了15% 现在变成啊 P公司 持有S公司75%的股权了 这种情况 少数股东投资者 他持有S公司是变成25%了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呢 是合并报表我们用的实体理论 实体理论下把少数股东权益 也认定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也就是说是 子公司净资产里面 有一部分归他 他也是一个所有者 因此呢 我们会看到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它是一项权益性交易 就是你主体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 或者说 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 你看他也是所有者 那原来你P公司拥有60% 现在变成75% 那都是在合并报表层面 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原则 不要影响原来商与 不要去确认损益 你只要是按照这个来进行把握的话 处理的时候呢 也就一点都不难 我们看一下这块的说明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子公司的资产负债 应以购买日 或合并日所确定的净资产价值 开始持续计算的金额反应 一定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因购买少数股权 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 应享有子公司 自购买日或合并日 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要调整母公司个别报表中的资本公积 当然调母公司个别报表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 股本一价 我们这几个条一定是在合并报表层面调的 不能到母公司个别报表上去做这个事情 说合并报表条的时候 要用什么呢 用那个资本公积 是指母公司个别报表资本公积 子公司的资本公积不能用 资本公积不足充简的调整留存收益 那留存收益都是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比如先来一个盈余公积 然后再来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当然我们合并报表上直接用为分配利润就完了 合并报表体现的是一个报表项目 那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就是要避免 在合并报表层面改变原来的商欲 出现损益 这些东西都不行 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刚刚分析过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合并报表里面属于权益性交易 那控制权没改变 商欲的金额反映原投资部分 比如说你原来60%投资有多少商欲 还反映多少 不要改变 新增持股比例部分在合并报表中不确认商欲 这是一个权益 因为它是一项权益性交易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教材上的例46 12年12月26日 甲公司以7000万元取得A公司60%的股权 能够对A公司实施控制 形成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13年12月23日 甲公司又以公允价值为2000万 原账面价值1600万元的固定资产作为对价 自A公司的少数股东取得A公司15%股权 原来60% 现在又取得了15% 说本例中 甲公司与A公司的少数股东在交易前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不考虑所得税等影响 12年12月26日 甲公司在取得A公司60%股权时 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9000 那你知道一下这个商与类吧 原来是在12年12月26日 以7000万元的价格购入的是60%的股权 而这一天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9000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购买日的时候 要算这个合并商与 应该怎么进行计算 付出对价7000 7000 然后要减去被购买方可辨认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它的可辨认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是9000 我们现在持股比例60% 所以是5400呗 那就应该7000减去5400 那等于1600呗 这个数在合并报表上只要没有减值就不变了 你在购买少数股权时也不要影响它 那也就是说以后 你购买少数股权之后 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你最终抵出来的借方的差也必须是1600 所以你自然就会想到 当时60%投资的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是1600 你再取得15% 那你15%部分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在这一点上编合并报表的 当然这个数是按照购买日供应价值 或者和平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的这个数 不能再出差了 你要再出现差额 不就又出现商业了吗 那不让 那接着我们往下看 13012月23日 A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一个亿 持续计算是这么多 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编合并报表时 被购买方A公司经过调整之后的这个数字 是一个亿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我们再说 13年12月23日 贾公司进一步取得A公司15%股权时 怎么做了 合并报表中 A公司有关资产负债按照 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金额进行合并 无需按照供应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没这个事 购买少数股权控制权报告主体没改变 这不属于控制 不属于企业合并吗 购买少数股权啊 不属于企业合并 那接下来 如果让15%的这一部分 不再出现差额 形成商业的话 那你一定要把 个别报表上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首先调整到 哪个数 因为这一天编合并报表 子公司净资产不是一个亿吗 一个亿乘以15%取得15% 一定要先调到15% 你要把它调到这个数之后 然后跟这一天 一个亿乘以15%抵消不就没有差额吗 也就是说不管个别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 15%部分没有出现差 这一天人家子公司净资产 经过调整一个亿 15%不是15%吗 那你先把长期股权投资 也调到1500 这不就没差了吗 其实就干这件事情 调1500对应资本公金 我问调资本公金的数是多少 那就不复杂了 因此这里说 你先要把它调到这个数 而我们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金额是按照多少入账的 就是啊 公允价值2000 账面价值1600 固定资产投资的 当然我们现在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长期股权投资入账金额的 那就是按照付出对价公允价值 来进行反赢的 反赢的就是2000呗 因此你先会想到这样一件事情 我先把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有2000合并报表 先做一个什么工作 先给它调到1500 调1500调到资本公金里去 调500呗 那你自然就会想到 哦我得把这个2000充了 带长期股权投资500 借资本公金500 那就这样的 那问资本公金调多少 调减400 当然固定资产投资 我们认为是把固定资产给卖掉一样 那卖掉了固定资产公允价值 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也就是2000万跟1600万的差 我们要寄到资产处置 嘴里面 报表上是资产处置收益了 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它是 就是说权益交 权益性交易 所以不要去改变原来的商业 不要影响损益 那就要把个别报表上的 长期股权投资 记录的金额 你先调整到 这一天编合并报表 是真正享有的份额的数字 享有份额 当然是购买少数股权这个份额 以使得新取得的投资 在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之前 你调到的这个数字 跟它的金额资产分额抵消 不出现差 那其实就这么个过程 那我接着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 合并报表上 要不要调资本攻击 如果说这个不是付出的是固定资产 假定用现金投资的 还是取得15%的股权 但是付出现金是1400 也就是说个别报表上 原来反映的现金 1400万 要不要调资本攻击 要啊 你个别报表长期股权投资 不管是多少 都得先调到多少呢 我们这个题调到1500 只有调到1500 调完之后的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15%部分才不出差额呢 核心的内容要清楚 它是权益性交易 不让影响商业 那这就是这一部分 我们再看第二个 企业因追加投资等原因 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 被投资方实施控制 要看这个 那追加投资等原因 这个问题呢 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要 说在合并报表上 我们首先要结合分布交易的各部署的协议条款 等一些判断说 属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第一个说属于一揽子交易的 怎么来看 各项交易的条款 条件 以及经济影响 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的 通常应将多次交易的事项 那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什么样的情况 一是这些交易是同时 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定例的 就同时可能在一个协议里面 考虑了彼此的影响 二是这些交易 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 一个可能达不到一个商业结果 三是一项交易的发生 取决于至少一项其他交易的发生 如果你前面的不发生 后面的可能就发生不了了 四是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 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 就是经济的 这就是说我们判断的时候 看是不是一揽子交易 要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没有说全符合 如果分部取得对子公司股权 直至取得控制权的各项交易 属于一揽子交易 应当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子公司控制权的交易 进行会计处理 但是没有说的很具体 说怎么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子公司控制权 那如果说原来的投资 比如说我们是一揽子交易签的 先取得20% 过一段时间再取得60% 那显然你说20%的一部分 按照取得控制权 合并报表上都不可能别合并报表 没有真正的控制呢 那只能可能说 20%本来呢可以是权益法核算 我们算了 不要权益法核算了 因为是一揽子交易 按照取得控制权处理 控制的时候 个别报表长期股权投资是一个成本法核算的 你最多可能到这种程度 大致知道一下这概念就行了 那我们重点的要掌握要关注的 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情形 这个问题以前考过大提 考过大提不止一次 就说如果不是一揽子交易 由于追加投资达到控制 我们个别报表的处理呢 在长期股权投资部分 已经都说过了 当然在这块还要有一个重复 我们不过在这一部分重点关注的 应该是一个合并报表上的处理过程 我们还是先看一看个别报表 一个购买日初始投资成本 说购买日之前所持有被购买方股权 那于购买日的账面价值 那如果说原投资 是按照供允价值计量的 一定是购买日的供允 然后再加上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 也说过如果说原投资是权益法核算 购买日的初始投资成本 并不是原投资在购买日的供允 加上新增供允 原因就是个别报表上 不能去把原投资的价值给调了 调了的话违背历史成本 因此叫做原投资的账面价值 所以我们也说过 在个别报表层面 不能认为把原投资给卖了再买回了 那也就说只有到什么时候 你说原投资权益法核算 原来有过其他综合收益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才能进行相应的截转呢 等真的最后把它给卖的时候再说 比如说你达到控制之后 以后再把投资往外卖时 才会有一个截转的 不是说我们原来权益法核算 由于追加投资达到控制了 就把原来的其他综合收益呢 可以在个别报表上进行截转不让的 因为个别报表认为没有卖 这是一个 所以就说 购买日之前 持有的股权投资 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 其他综合收益 应当在处置该项投资时 采用于被投资单位 直接处置相关资产 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这是什么的情况 一定是在处置这项投资的时候 我在长期股价投资部分曾经举过这个例子 现在不可以动其他总额收益 资本攻击 只能是控制之后 以后再卖的时候再说 到那时候那你真的卖了 卖了就可以按照卖的方式去做 然后同样确认的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和利润分配外的 其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应当在处置该项投资时 转入处置当期的投资收益 也是处置是在说 那对于呢 其他综合收益 要求说采用于被投资单位 直接处置 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基础 这个问题同样投资部分说过 长期股价投资部分 说被投资单位 他的其他综合收益能转损益 那我们真正处置 实际上转的时候 就转投资收益 他要不能转 他转流算收益 我们也得跟他转流算收益 一样 第三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的 那购买日供引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应当在改按成本法核算的时候 转入投资收益 那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供引价值变动 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 转入流算收益 就是你之前的 要金融工具确认计量的 我们就认为 已经是公允了 是卖了 报表项目 他原来比如说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什么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完全认为是卖了 你卖出就可以转 比如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卖掉了公允跟账面的差 投资收益 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认为卖了 公允跟账面的差留存收益 还要把其他综合收益呢 既然卖了 也转到留存收益 这样的过程 接下来呢 我们当然要关注的重点 就是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怎么办 合并财务报表了 一定认为 原投资在购买日 必须是公允 因为我们合并报表上 要算商誉 也说过要一点算商誉 不是多点了 那一点算商誉就得都得有公允吗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购买方对于购买日之前 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 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 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一定都是重新计量 那公允价值账面价值差 激了投资收益 比如说原投资 那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的 个别报表给我们的不是 是原投资账面 但是我们不行了 合并报表上必须得调到公允 不调到公允就没有办法算商誉 没有办法一点算商誉 现在要求是一点算商誉 我们接下来看合并成本 那购买日之前 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 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你看这个合并成本必须是公允 合并成本 也就是说你付出对价公允 才叫合并成本 我们再加上购买日 新购入股权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 因此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通过 追加投资达到控制 那你原投资要是权益法核算 达到控制时的初始投资成本 和合并成本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是属于一次就达到控制的 非同一控制 那初始投资成本跟合并成本是一回事 那都是付出对价的公允就完了吗 但这个不行 合并成本一定是强调公允 但是我们多次交易 达到的控制非同一控制 长期股权投资可不行 原投资必须是账面 因为你要调公允就违背历史成本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好 接下来合并报表上 合并成本有了 我们就可以一点算商欲 第三 比较 购买日合并成本与享有被购买方 可辨认金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确定购买日应于确认的商欲 那这就可以了 或者进行一般收入 你跨年的就是流算收益代替 反正算商欲或负商欲 那这个就有了 所以真正达到一点算商欲 我也跟大家谈到过 就是说股权投资的转换认公允 就与这个一点算商欲是有关系的 你不把原投资 在购买日这一天调到公允 怎么能体现一个公允价值呢 你必须是公允啊 才是合并成本啊 所以 这种必须把原投资 在购买日这一天调到公允价值 这就形成合并成本吗 原投资公允加上新增公允了 那既然把原投资 在合并报表层面调到公允 当然合并报表层面认为 把原投资给卖了再买回来 所以接下来 合并报表层面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 涉及权益法核算的其他综合收益 就可以转了 因为是认为是卖了 应当在购买日采用与被投资单位 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通的基础 进行会计处理 那你该转脑转脑 比如有的可能转投资收益 有的转六三收益 这个转脑 这多次都说过了 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 涉及权益法核算的 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的损益 那就投资收益了 也就是说在合并报表层面 原投资权益法核算一定认为是卖了 按照供应价值再买回来 如果不这样做 没有办法算商与 那卖的时候呢 当然了 权益法核算 比如说有其他综合收益 有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该怎么转就怎么转 个别报表不能动 合并报表是要动的 那为什么这样做 就为了一点算商与 必须得这么来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长江公司于17年1月1日 以货币资金3100万元 取得了大海公司30%的有表决权股份 对大海公司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那这个呢 我们知道要权益法核算的 当日大海公司可变成 竞争资产供应价值是1亿1000万元 17年1月1号 大海公司出一项固定资产的 供应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不同外 其他资产和负债的供应价值 与账面价值均相等 当日 该固定资产的供应价值是300万 账面价值是100万 剩余使用年限为10年 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没有残值 也就是说在 权益法核算这个点上取得的时候 被投资单位有一项固定资产 供应跟账面不一致 那你权益法核算是当然要考虑它的调整 大海公司17年 实现净利润是1000万 未发放现金股利 因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增加其他综合收益200万 那这是一项 也是要进行权益法核算 进行调整的 18年1月1号 长江公司以货币资金5220万元 进一步取得大海公司40%的有表决权股份 因此取得了对大海公司的控制权 就达到控制了 原来是30%的投资 由于有追加40%投资 达到了控制 所以现在 长江公司 把大海公司给控制了 就这么控制吧 那现在说 长江公司持有大海公司的股权是70% 控制了 大海公司在该日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1亿2000万 说这一天啊 就是购买日这一天 金融股本是5000 资本公积1200 其他综合收益1000 盈余公积480 未分配利润 4320万 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是1亿2300万 之后呢 是18年1月1号 说这一天 大海公司除一项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不同外 其他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均相等 当日 该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为390万 账面价值90 公允比账面多了90 剩余使用年限是9年 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没有参值 长江公司和大海公司在合并前无任何关联方关系 我们假定 第一个元30%股权 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是3915万元 不考虑所得税和内部交易的影响 因为在购买日那一天呢 我们要把原投资由账面调到公允 所以他必须给定这时刻的公允价值 要求 1 编制17年1月1日 至18年1月1号 长江公司对大海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翻录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计算18年1月1号 长江公司追加投资后 个别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第三呢 是计算长江公司的大海公司投资形成的商誉的金额 就是达到控制那时刻 商誉的金额是多少 第四 编制在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 对大海公司个别财务报表进行调整的会计翻录 那第五 在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 编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翻录 就是你长期股权投资 在合并报表上 必须要调调公允啊 在抵消之前啊 先要调调公允的 然后还要把原来的权益法核算 什么其他综合收益啊 资本公企其他资本公企该怎么转怎么转啊 因为这位是卖掉了 第六 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 编制购买日 与投资有关的抵消翻录 就这样的 那我们看吧 先是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17年1月1号 负现金付了3100万 我们先要反映初始投资成本 因此会有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3100 贷方贷银行存款3100 先反映他 那权益法核算呢 当然大家知道 如果说 有直接相关费用网打击啊 是寄管理费用吗 不是啊 权益法核算的直接相关费用 会要进成本里面去的 反映完初始投资成本 然后我们马上要看 是不是要对初始投资成本 进行调整 如果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投资时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金付产 公允价值份额是要调的 我们这个题目 在取得30%投资这时刻 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金付产 公允价值是1亿3 那我们乘以 3%是3300万 而初始投资成本是3100万 那要调 确认盈利外收入 所以会有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200 带盈利外收入200 这样的分路 当然 如果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投资时 相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金付产 公允价值份额 我们是不用调的 那接下来 就是投资之后 权益法核算的事了 在17年被投资单位 账面上的利润是1000万 我们也知道权益法核算 你至少要考虑到两个调整 一个在投资时点 被投资单位资产 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不一致 那对当期损益的影响要调 还有什么用 还有投资之后的内部交易 要考虑 但是我们这题 没有涉及到投资之后 内部交易的事情 投资这个点上 被投资单位有一项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300 那账面价值是100 差了200万 预计使用年限10年除以10 因为我们投资是发生在年初 从投资10点开始算起 这个固定资产呢 当然不要再执行说 哎呦 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折旧 不是 我们是从这个点上就要开始算 那固定资产上早已经有过了 你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头去看一下 在这时刻投资 什么时候投资 1月1号 人家原来已经有这些固定资产了 不是说刚刚买过来的事情 不是说是投资之后 要是内部交易 你要是一方的产品 1月份卖给另一方 另一方形成固定资产 那大人从2月份开始 提折旧的这部分再考虑 这个并不是 从投资10点开始 一年的 这样呢 调整之后的利润是中央奥利的 用它乘以30%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挑战294 代投资出现294 另外还有一项 就是说被投资单位 有一个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 我们看吧 题目里怎么说呢 这一年啊 因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增加其他综合 出于200万 那我们当然了 就得按权益法核算条啊 30%吗 200万乘以30% 这个没问题 200万乘以30% 60万 会有借方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60 代其他综合收益60万 当然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当你要长期股权投资 最终认可认定是卖掉的话 他是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不过在个别报表不认 你只能合并报表上去认他 没有别的所有的权益变动了 那你要分股利 该怎么做怎么做 比如分股利 我们会借营收股利 代方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这大家都应该知道 接下来呢 18年1月1号 又追加投资 取得40%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会有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实际付出5220万 带银行存款5220万 我们可以把原来的 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 那些明细给充了 我们现在已经改成成本法了 控制了 然后都反映到 长期股权投资里去了 如果有这样的考试 你不充也不扣分 但是把它充了 显得会更好一点 原来我们长期股权投资的 投资成本上有3300 就是开始3100 对初始投资成本 调整又增加200 变成3300 原来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294 这个我们有过 还有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60 都转到长期股权投资 3054 这个3054呢 是达到控制时 原投资的账面价值 那你说 控制这一天 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 这就是我们下一个 要进行计算的 个别报表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因为控制是成本法核算 反映取得时的成本 成本叫原投资账面价值 就是刚刚这个3054 原投资账面价值 加上新增的公运 这个3054不就说吗 原 投资 权益法核算吗 账面价值 那这个520肯定是新增的公运了 那等于8874 这8874肯定不是属于合并成本 这只能说达到控制时的 初始投资成本 不是合并成本 那接下来第三个要求 让我们要算算商与 商与的计算 应该是合并成本 和购买日这一天 被购买方可辨认 金融资产公运价值份额 进行比较的 合并成本是原投资公运 3915给的数字 叫原投资公运 加上新增公运就是520 所以这个数字才是真正体现的是合并成本 这就是说初始投资成本跟合并成本不是一回事 而达到控制这一天 被购买方可辨认金融资产公运价值 12300 我们现在整个持股比例是70%了 所以算出商与是525 这就一点算商与 不是多点 你要多点算商与 说30% 那时候算一个 40%追加算一个 然后代数核 这叫多点算商与 那这个时代呢 现在说已经结束了 以后改不改回来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是一点算商与 接下来第四 就说在合并报表上 我们要将子公司的资产负债 由账面价值调整到公运价值 账面价值给的是90 公运价值390 调时就是300倍 借固定资产300 带资本公运300 账面调到公运 下面第五个 就是说在合并报表上 要调长期股价投资的事情 长期股价投资在合并报表上 一定要把原账面价值调整到公运 调公运 我们要知道它的本质 就是要一点算商与 原来的账面价值是3654 而公运价值是3915 所以要调261 我们调的时候也说过 认为把原投资再购买是给卖了 那你卖的时候 公运跟账面的差是投资收益 你卖了再买回来呗 这样就调 借长期股权投资261 带方带投资收益261 做这样的分路 接下来是 说既然在合并报表层面 已经认为把原权益法核算投资卖了 再买回来的 所以那你原来权益法核算 有过其他综合收益 该往哪转往哪转 有过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你就转投资收益 我们这个当时权益法核算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是因为被投资单位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形成的 那他的投资性房地产以后卖掉时 是可以用他去调 营业成本的 影响损益的 那我们这边 把其他综合收益转投资收益 那如果说被投资单位 真的 要出现的是属于 因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引价值变动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他最终只能转零算收益 那我们这一块也只能转零算收益 要跟他一致吗 好了 那这一块 借其他综合收益 带投资收益60 转了呗 卖了 又得转 第六呢 就是关于 抵消分路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全要抵消了 在购买日这一天 给的股本 5000的就是5000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资本攻击 原来给的数呢 是172 我们一定要加上这300 这300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这一笔 借固定资产带资本攻击的300 别忘了 别丢东西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购买日给1000就1000 盈利公司给400就400 为分别列入4320 这都没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不要忘了 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在编制这个抵消分路之前 已经把它调整到了 3915 已经调到公寓了 所以最终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跟子公司所有者全以抵消之前 就形成原投资公寓 加上新增公寓了 反映一个合并成本 是什么概念 因为你做了这笔分路啊 原来账面上3654加上261 不就变成3915了吗 已经调了 你不这样算 没法算商誉吗 少数股东权益 那这一天 告诉他的可变成 净资产公寓价值12300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30%吗 那乘以30% 少数股东权益 最后的商誉 挤出来了525 那跟我们前面确定的是一样 这个要清楚 由于最佳投资 原权益法核算的 最终达到控制 个别报表合并 合并报表处理 我们都应该清楚 都要熟练的掌握 接下来看教材的例47 11年1月1号 甲公司以每股3元的价格 购入A上市公司股票500万股 并由此持有 A公司5%股权 投资前 甲公司与A公司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甲公司 将对A公司的 该项投资作为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年1月1号 甲公司以现金2.2亿元 为对价 向A公司大股东 收购A公司55%股权 从而取得 对A公司的控制权 A公司当日股价 为每股4块钱 A公司可变认 金融资产 供引价值是3个亿 甲公司购买A公司 5%股权 和后续购买 55%股权 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不考虑所得税等影响 那甲公司在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时 那当然了 我们原投资 就是按照供引价值计量了 5%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就是供引价值计量的 供引价值与账面价值相等 都是2000万 没有问题 因为本身要求是供引价值 进行计量的 整个达到控制这一天 500万股 每股是4块钱 取得控制当日 收购 这一天股价每股是4块钱 那就2000 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 算算商誉呗 商誉就是合并成本 然后要减去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供引价值份额 合并成本呢 也就是说原投资的供引 2000万 再加上新增投资的供引 212 214000万 而购买日这一天 告诉了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供引价值三个亿 我们现在总的持股比例 60% 原来是5% 新增的55% 达到60% 合并成本2.4个亿减去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供引价值的 份额1.8个亿 所以商誉是 0.6 这是商誉的计算 我们再看一下教材的例 27-48 11年1月1号 贾公司以现金4000万元 取得A公司20%股权 并具有重大影响 按权以法来核算 当日呢 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供引价值是1.8个亿 13年1月1号 贾公司令支付现金9000万元 取得A公司35%股权 那现在达到55%了 说取得了A公司的控制权 13年1月1号 贾公司原持有 对A公司20%股权的 供引价值是5000万 账面价值4600 这4600说其中 与A公司权益法核算 相关的累计净损益是150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是450 那权益法核算形成的 还有一个其他综合收益的事情 然后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供引价值是2.2个亿 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那贾公司在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时 由于是个别报表上 不可以把原投资 由账面调到公引 不让 那我们合并报表上 一定要对原投资案 公引价值重新计量 原来的账面价值是4600 那现在的公引价值呢 是5000 你就认为得调 所以我们要确认投资收益 认为完全把它给卖了 是权益法核算 然后既然合并报表上 认为是卖了 那原投资 要是其他综合收益 可以转损益的 又得转 说将原记录 其他综合收益450万 转入合并当期投资收益 但是你要说 原来权益法核算 其他综合收益 不让转损益 让转零酸收益 你就转零酸收益 反正认为 在合并报表层面 你原投资是权益法核算的时候 一定认为是卖掉了 再买回了 我不说过吗 否则没有办法算商业 这是要明确的个问题 那既然卖了 我们现在就要考虑什么问题 那现在就说 合并成本要算商与吗 商与什么概念呢 原投资再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你已经调到这个公允了 再加上新增对价的公允 加上9000万 1.4个亿 这1.4个亿 实际上就相当于合并成本 商与的概念是 合并成本要减去被购买方 可变人金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 所以 合并成本1.4个亿 而达到控制的时候 被购买方可变人金资产 公允价值给的2.2个亿 就说了 这一天可变人金资产 公允价值2.2个亿 我们现在整个持股比例 55% 那现在就是2.2个亿乘以55% 相有份额1.21亿 这样的商与1.4减1.21等于0.19 我们要汇算商与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第三个问题 通过多次交易分布实现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说对于分布实现的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适同参与合并的各方 在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 即以目前的状态存在进行调整 然后说在编制比较报表时 已不早于合并方和被合并方 同处于最终控制方的控制之下的时间开始 将被合并方的有关资产负债 并入合并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比较报表中 并将合并而增加的净资产 在比较报表中调整 所有的权益项目的相关项目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在起合并的一章 也见到过 如果合并方被合并方 比如说在两年前就被集团控制了 那我们应该追溯到两年前那个点 这是说同时被人控制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是有一个追溯的问题 不是从合并日开始算起的吗 因此资产负债表会调年初 要往前进行调整 用比较报表要反应 接下来说为避免 对被合并方净资产价值进行重复计算 合并方在取得被合并方控制权 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 在取得远股权之日 与合并方与被合并方 同处于同一方最终控制之日 属晚日 至呢 这个时候起至合并日之间 以确认有关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其他经负产变动 应分别充建比较报表期间的 期处留存收益 或当期损益 他就说你别搞虫了 你一追溯 把人家的那些损益都进来了 利润表上的 你原来呢 又是比如说 可能确认过权益法合算 投资收益什么的 那你给他充了吧 你别搞虫了 大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 你要不充 把人家的子公司这边又给进来了 比如说利润表 你上年数一条都进来了 你那边的还原来权益法合算 还有投资收益 怎么可能呢 那你又不充 那不就充出来吗 重复了 那不行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利润27-49 甲公司为P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年1月1号 甲公司与非关联方A公司 分别出资600万元 即1400万元设立乙公司 并分别持有乙公司 30% 即70%的股权 这是甲VP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然后12年1月1号 P公司向A公司收购 其持有乙公司70%的股权 乙公司成为P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当日乙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与国际供应价值相等 然后13年3月1号 甲公司 那甲公司也是P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那甲公司向P公司 购买期持有乙公司70%股权 乙公司成为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甲公司与A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甲公司购买乙公司70%股权的交易 和原取的乙公司30%股权交易 也不属于懒子交易 那甲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 打算一直持有乙公司股权 说乙公司自11年1月1号 到12年1月1号 实现净利润是800万 自12年1月1号 至13年1月1号 实现净利润600万 那这个期间 13年1月1号 至13年3月1号 1月1号到3月1号 实现净利润100万 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说本例中 13年3月1号 甲公司从P公司手中购买乙公司 75%股权的交易 那属于同意控制了 说并且甲公司自12年1月1日起 与乙公司同售P公司最终控制 我们要往那边进行追溯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东西 12年1月1号 P公司已经持有A公司 70%股权 被这个P公司控制了 这里早就说了 甲公司为P公司全是子公司 11年1月1号那时刻 那他已经试了 所以现在是合并方 这是同意控制 它是一个合并方 乙呢是一个被合并方 我们现在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你合并方被合并方 看什么时候已经同时被集团管理当局控制了 我们要追溯到这个点 那现在就12年1月1号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 说甲公司合并财货报表 应自取得远古权之日 11年1月1号 和双方同处于最终控制 12年1月1号属晚日 其实就是到12年1月1号吧 什么时间被人控制了 那就是12年1月1号 把它纳入合并范围 也就是说在甲公司合并的财务报表中 你不能说从这个13年3月1号开始算起 这是个合并日 合并日嘛 控制的时间 合并日 但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 要往前进行追溯 从什么时候呢 从这个点上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是同12年1月1号起 甲公司既持有乙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在这个时刻 重塑 12年1月1号的报表项目 当然11年的1月1号到12年 1月1号的合并财务报表 你不能再动了 不能进行 重塑了 那12年1月1号 乙公司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就是被合并方2800万 然后说此前 乙公司啊 原来不是2000万 设立一公司的时候 一个是600 一个是1400的2000 然后在12年的时候 这里面告诉呢 11年1月1号设立的时候 到12年 这个实现净利润800 蛮没有别的变动 所以这个净资产的数字 就是2000 加上一个800 投资时是2000 后面又增加一个是800 说此前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那是多少呢 开始是600 你们一个600 一个1400的 实现利润800 我们要是乘以30% 800乘以30% 等于840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说因此啊 甲公司在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时 并入乙公司 12年比较期间 年初的各项资产 负债都给人进来了 那你不就增加了 一个2800吗 因为那时刻 它就有2800 都进来了 把资产负债都进来了 总的增加那么多 但你长期股权投资 不要再有了 再有不就重了吗 那这就不能要了 那这样呢 就把它反映到 资本公金里去 因为我们同意控制啊 最终形成的差距 是资本公金 你把人家的资产负债 都进来了 你这边长期股权投资 再有就重了 对吧 给它冲掉 然后接下来 甲公司对于合并日 13年的3月1号 的各报表项目 除按照合并报表 编制原则 前期准备事项程序啊 一般的规定 编制分路之外 还要充简 12年1月1号 到13年1月1号 对乙公司 30%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那要不然也是充 然后要充简 乙公司13年1月1号 到3月1号 实现净损一种 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因为在之前 都是权益法核算的 那一个那么 600万乘以30% 当时呢 你反映的数 要调7出流算收益 你不调的话 就充了 你是把人家的东西 都进来了 那投资收益在充呗 本来我们原来 有长期股权投资 借方 贷方的投资收益 什么180 但是过跨年了 反映到流算收益里去 充呗 如果投资收益30 都充掉 贷长期股权投资 200亿 不充 那你往前 这样进行追溯 涉及到一些数据 就重复了 这不行 那接下来我们看 第四个问题 本期增加此公司时 如何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 而这个呢 我们当然就要 分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了 我们教材上 没有严格的区分 这不合适 同一控制呢 也多次的说过 用的是个权益结合法 这种情况下 资产负债表上 是要调年初的 它有一个往前追溯的问题 利润表呢 都是从年初开始算起 你不是从合并日开始算的 现年流量表呢 也同样从年初开始算起的 不是合并日 但是呢 对于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就不同了 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 我们用的是购买法 那购买法怎么说的呀 你从购买日开始算起 所以资产负债表上 所以在合并报表里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之前 你先把长期股权投资 调整到 说这一天 编合并报表时 子公司净资产的份额 当然这个份额 指的是购买少数股权 那一部分的份额 调到资本攻击里去 实际上你想 对应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调完之后 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最终的商与 只是原投资部分 这是要掌握的 然后就是 原投资是权益法核算 由于追加投资 达到的控制 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的处理 都应该要熟练的掌握 那这句话说过 容易出大体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